那我记得刚开始我做柯文哲的这个视频的时候 就有朋友就提醒我 他说我很快就会被出征 当时我还不觉得会怎样 结果我就真的被出征了 所以你要说柯文哲是没有水军的 我真的不相信 那我想出来道歉 本来是想缓解一下气氛 不经来我这里的很多人 起初是因为小粉红我们走到了一起 那我就不想失去各位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缓和 但是有群人就蹬鼻子上脸 我现在就怀疑你们是不是小粉红 我也知道这个频道里是有的 因为有一次我说韩国人的时候就招来了一批 那我知道有群人是嘴巴上反共 但是在一些争议事件上 就NMSL来伪装自己不是小粉红 那如果你不是小粉红 你真的没有脸笑小粉红 因为小粉红起码是被洗脑长大的 你在一个民主世界里玩双标 随身携带一个防火墙 还给别人安一个 你保镖当多了是吗 我很好奇啊 你们是不是从小缺爱长大缺盖 还是克隆绵羊没爹没娘 你说你们在民主社会里长大 怎么感觉你们从小生活的环境全是骗子 你骗子都分不清 你还学人家韩国人去打假 你是来搞笑的吧 还有我就是喜欢炒作 我就喜欢蹭流量 又如何 还不是你们送的吗 我告诉你们啊 在墙内呢我们说人话 叫涉及政治 跟你们这比起来 我说真话叫蹭流量啊 这其实根本就不算什么 人与人之间是有频率的 你我频率不对呢 所以呢该走的我不留啊 而且很浪费我时间 你知道吗 就是做很多事情 我要先给你解释一下 什么叫民主 还得告诉你什么是人 你说咱们沟通累不累 你们要听不得人话呢 那就回去找妈妈 让妈妈教你做恶人的道理 然后你再来我这 不然我反击的时候呢 你们就老是觉得 我背后有一个美爹 在欺负你们 那现在呢 好像我又多了一个 民进党爸爸是吧 那实际上呢 有些朋友呢 我知道啊 你们是基于一些理由 选的柯文哲 其实没有关系啊 我也没有反对啊 而且我对柯文哲吧 是谈不上喜欢 也谈不上讨厌 就是我们不熟嘛 所以呢 我也是通过一些事件啊 来分析他而已 但是呢 基于几个理由 我是不会选择柯文哲的 因为我也知道 这个柯文哲呢 他不会把台湾拱手相让 但是在这片土地上的统战 他会越来越多 你们的社会矛盾 也会越来越加剧啊 因为你们的成长环境啊 你永远看不到 一个煽动的手 是如何把一个小火苗 给点大的 那么理由呢 我有几个啊 我听说柯文哲没有钱 没有媒体 没有网军 很老实 对吧 可是他的自媒体 是七十多万啊 你们坐一下这个油管 你们就知道了 坐到七十多万有多难 有多久啊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 要是没有团队扶持的话 我是真的不相信的 当然呢 我这个理由就看上去很瞎 那我记得呢 刚开始啊 我做柯文哲的这个视频的时候 就有朋友就提醒我啊 他说我很快就会被出征 当时呢 我还不觉得会怎样 结果呢 我就真的被出征了 所以呢 你要说柯文哲 是没有水军的 我真的不相信 好 这个理由 好像还是很瞎 但是人家女孩子 让柯文哲签不投降承诺书 他为什么不敢签 我不知道各位怎么理解这样的行为 但是在我的认知当中 签制是要付法律责任的 那你到时候你作为国家总统 你都不敢签出卖台湾的这个承诺书 那真出卖台湾 你不是可以逃避法律的责任吗 那这个锅谁来背呢 好 这个理由可能还是很瞎 因为毕竟嘛 没出卖台湾嘛 我说出来就好像是诽谤 那我们既然觉得台湾的党派 都有中共同路人的嫌疑 其实就没得选了 对吗 但是 凭什么台独的人 要比不敢签 不投降承诺书的人 要更亲共 这个我实在就是不理解 为什么 那我知道呢 有些人觉得和大陆合作是明智的选择 因为大家都得生活嘛 可你们要知道啊 墙内是有反间谍法的啊 只要一踩对方的红线 对方马上就抓你 所以要想合作 那就得听话啊 进去赚钱就得同流合污啊 道理很简单对吗 再者 柯文哲说搞文化交流 搞个象棋比赛什么的 这个争议最少 我其实都已经嘴下留人了 杨志渊回大陆搞的是什么 围棋吧 结果成为首个分裂国家罪 而被起诉的台湾人 你们是不知道还是没听说啊 你说柯文哲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真给你们搞回大陆 一审查你们的言论背景 把你们抓进局子里 以台湾当下的实力 能捞你们出来吗 当然呢 明白的唐一商他也不敢进去 对吗 谁知道今后的局势会怎样呢 其实啊 针锋相对的时候 谁先服软谁就输了 所以这是我的观点啊 当然有些人说的对啊 反共也得吃饭啊 没错 那红社会历来 也都是我们小老百姓 管好自己就行了 逻辑是相似的 就是因为面对强大 人很难不屈服 可是人要团结 他一天都强大不起来 而关于这个柯文哲 去重开服帽这个事情 我觉得柯解释的合情合理啊 所以呢 我选择相信他 可是有群人说 赖是双标啊 明明在2014年 也支持开启这个服帽 对吧 甚至还翻到了更久 民进党说要开启服帽这个事情 2014年台湾是一个什么局势 20年前我可能还是个小粉红的 两岸一家亲的这个统战策略 最后是我们的柯市长给落实了 世界以前和红社会 都是绑定在一起的 现在给你台湾翻身的机会了 你反过来说赖清德是双标 你说我能说什么呢 你们看看台湾啊 讨论一个事情恨不得就动武啊 你知道你们的腐败是怎么来的吗 民生为什么不好 那党派不同意就算了 还互相穿小鞋 所以哪个总统上来都很不容易 但是呢 有了钱做什么事呢 就比较简单了 所以和红社会这种大傻币模式合作呢 你们马上就能捞到钱 可是你们就输了 我这么说 台湾的口号和体制是成正比的 咱说侯友谊 这么明显的人 民调是20% 当然这个数据可能有水分啊 但是2500万台湾人 你就10%的话 这也不是一个小数吧 那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台湾要么是被渗透的很严重 要么呢 就是大家都胡来 而根本不关注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嘛 那谁让我吃饱了 谁让我过好了 我就选谁 是 这是一个考虑的因素 但是人不还得有精神层面的追求吗 是吧 所以呢 我相信攻击我的人 多数是五毛和水军 但是按照这个民调来理解的话 那么台湾本土人也应该不少 对吧 所以这次呢 我就发现啊 有不少磕粉 无论对错 就是死磕别人 人家表明的是观点 又不是打架 对吧 你为什么要羞辱别人 而且我的视频就2000多流量 我就好奇 你们为什么觉得我能带动节奏 转化别人 你们把我看得这么厉害 为什么去讨厌我 对吧 就是因为我不符合你们的理念吗 那如果下次我符合你们的理念 你是不是在喜欢我呢 那有些人呢 觉得我用红社会的脑瓜子 再来讨论台湾的民主 我看了你们的论点啊 拿数据和事实说话 其实呢 我不是论出来的 我只是天生就不是剑骨头 如果你们仅仅是觉得 美国为什么带头 说不支持台湾 而感到顾虑 那这点呢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们 第一呢 是避免开战 第二呢 就是他被绑架了多少 你我不知道 第三呢 就是冷战的策略 我想所有政治家 都会避免和中国的插墙走火 但是 主张的理论 和我不愿意签署 不投降承诺书 他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那咱们将心比心的说 你要把台湾的政党抓出来 发誓自己从头到尾是干净的 他们说自己干净 大家信吗 那本身不就是民主世界里 一个党派做的不好 那我就选择另外一个 咱换一个试试 哪来的那么复杂 又是各种乱七八糟的颜色 那我已经说了 民进党不是因为他的颜色 我去支持他 也不是因为有群人 把我打成1450 我支持他 更不是因为我是赖清德的粉丝 我支持他 我只是觉得搞清楚自己的立场 选择对的人 而不把自己送进去 选台独呢 可能是一个安全的策略 那有些人要吹毛求疵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柯文哲建议的重开机政策 他建议大家现在 从此不再做奇奇怪怪的事 那是不是说你做过奇怪的事 从此就不再追究了 那这是不是一个变相的逼者 小的问题不清 大的问题不追责 只要不做奇奇怪怪的事 和大陆有什么区别 因为大陆现在官员 他也不搞犯局了 对吧 也不带名牌了 可是不还是各式各样的问题吗 我不是看扁他的政策 他的重开机一定失败 因为法律都管不住一个人的犯罪 你重开机就能消除罪恶吗 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那我觉得 柯文哲没把柄 怕什么 签就完了吗 就算咱有把柄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做人对吗 怕什么 所以呢 就怕有群人是小粉红的脑瓜子 一个角度 一个思维 一个出发点 去对待别人 一棍子打死一群人 让发生的 敢发生的 最后都选择沉默了 我问你们一个简单的逻辑 如果把独裁者拿出来审判 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后 你们会不会原谅他 还是你们会选择消灭他呢 所以啊 犯了错的人 要说自己错了 那很可能就被消灭了 这个世界不是包容 很多人是嫉恶如仇的 其实说真的啊 选谁呢 在我眼里都是天意 可是真正的好坏啊 咱得分 对吧 今天美国帮你们 你们反过来羞辱美国 说我不需要美帝 那么凭借你们自己的战斗力 你不靠美国 你靠北美 而且美国嘴巴上说 不支持台独 但为什么却把战略 部署在你们台湾 给你们支持 你们告诉我 美帝的邪恶计划 那我也想听听 小粉红为什么招人烦啊 因为任何事情 他都不讲道理嘛 对吧 我是说柯文哲了 但有权人听了多少 我传递的东西 难道就是告诉大家 我是1450吗 如果有权人只接受 这个1450的信息 那至少证明 他们看人绝对不准啊 而且很容易被人带节奏嘛 因为我没有骂柯文哲 我只是分析 表明我的观点 那我这样温和 都招来出征 你们觉得选柯文哲合适吗 如果柯文哲 明天做不好 我去批评他 那不还是被出征吗 柯文哲又不是偶像 他是人而已嘛 那即便他是总统 他也是代表人民的总统啊 那不还是人吗 那他的对错我都不能说吗 那从一开始就出问题了 往后怎么走 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因素吧 还有 有权人呢 动不动就扣帽子啊 没事就是 你是反共的啊 你和哪个反共的 都是一个逻辑 我问你们啊 谁是一个鼻子刻出来的 生孩子还有男有女呢 还有长得丑的 长得漂亮的 你们眼里的反共是什么 我说真话 说人话 就是反共 所以你们认为 我现在说柯文哲 就是无条件支持民进党 这不是一个逻辑吗 那我要说台湾 我是不是反台啊 我要说美国 我是不是反美啊 动不动就贴标签 给别人定性 谁是对的 我支持谁 我支持对的 反对恶的 怎么叫反共呢 我是造反了 还是撤反了 你说红社会 被迫害了无数的家庭 没理由不让我说话吧 而且我是在自由的世界里 按照你们的逻辑 红社会自己的内斗 它是不是也叫反共呢 你们得搞清楚啊 别人云亦云 而且呢 我从来不鼓励任何人 拿起拳头去造反 这不是白松人头吗 你们就知道 红社会是什么德行 你不要陪他疯就好了 红社会自己 会把自己干倒的 要不我这怎么 天天和大家分享喜剧 这是搞笑 我这还没做几集呢 先给我消灭了 出师未竭 生鲜史啊 我知道这里面呢 真的是有小粉红和五毛 但是咱们不要这么搞 好吗 如果今天你们 就算选柯文哲 红社会也没有 那个福分拿下台湾 因为他消化不了 为什么叫保倒台湾 你们得清楚自己的优势 日本为什么利平你们 协防你们 红社会拿下了你们 就跟此路是我开 是一样的道理 军事上的 那就更不用说了 大家都说 美国是霸权主义吧 那美国要放弃了你们 那他还怎么称霸呢 所以你们的腰板 比我们值 那最后呢 我也不多说了 那既然民主 是民意决定的 对吧 那就让柯文哲 签这个不投降承诺书 看他敢不敢 让他表明立场 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大飞 对吧 给你帮我 你说 那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